从这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会系统的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看懂老前辈的拳照 我们先用行翼拳 再太极拳再八卦掌 那么行翼拳呢 我们会用孙若唐前辈的拳照 为大家进行画线画图 和结合汉字的构造 为大家解析 首先呢 我们看任何前辈的拳照 第一点 我们要注入它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叫做六合径 什么是六合径呢 就像几何学一样 有三个方向的坐标 上下前后左右 也就是分别的XYZ三个轴 构成了整个的空间 那么六合径 至少就是在上下 前后左右三个方向的进步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带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 孙若唐前辈 这个拳照中 上下劲的一个具体的奥秘 为什么要分开讲呢 这里面的细节太多了 我分开讲都不一定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练行一拳呢 首先要有装 老前辈们过去怎么讲装 叫推不散 拉不开 打不散 实际上就是这个装一站在上下左右 前后三个方向上都是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站装啊 手腕和胳膊肘这两个点 经常是同一个方向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的手 手腕是向上的 胳膊肘也是向上的 很多人练站装就是这样 那么动革用两个手指头轻轻的一抬 就很容易把我的胳膊抬起来 那么我们讲陈间坠主 手腕膊肘向下 手腕也向下 对方往下一压 那就把你的这个装甲给压下来了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看老前辈的拳照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拳照的过程中 大家仔细看他的手腕 他手腕是向上的筋 他的胳膊肘是向下的筋 它是构成一个阴阳的筋肉 手腕向上 胳膊肘向下 你们可能看不见 因为我们练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研究的也比较深 在这里面会形成一个杠杆 这是你所看不见的 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们也模仿一下孙路堂前辈的这个手型 我就只用一个手 不让你们两个手了 手腕向上 手肘向下 当对方从上往下按的时候 因为我们手腕是向上的 这个力量可以直接的过渡到我们的脚下 这是上下筋 包括当对方抬我手腕的时候 有手吧 因为我们的手肘是向下的 他们两个是矛盾的劲 所以他抬不起来 同理 对方压我的胳膊肘 因为我的手腕是向下的 对方压 他压不下去 因为我们的胳膊肘是向下 对方抬 他同时抬不起来 所以这一个动作中就体现了阴阳的搭配 很多人说你这样研究这个东西没用啊 看上去很不重要 当我们用这个动作去问手的时候 你很容易通过杠杆把对方发放出去 为什么呢 当我接触上他的时候 我的手腕是向上的 胳膊肘是向下的 对方给我来一个直劲 我这个杠杆就会进行旋转 你看胳膊肘继续向下 手腕继续向上 然后把对方发放出去 或者是打击对方 所以只有当你形成了向上和向下的状态 包括我从底下打他的时候 对方这样往下扶 对方挡住第一 手腕向上 手肘向下 这个力量是平衡的 对方改变不了我的方向 然后我再稍微一变化 手腕继续向上 我就把它给劈出去了嘛 动作不重要 里面带来的一些核心是重要 只有当你有向上的劲 也有向下的劲 你在小臂上才会形成一个杠杆 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通过这一张照片 我们就能够想明白什么呢 这就是叫上下方向的进入 我只给大家说稍紧 也就是手臂这一块 实际上更多的重要的核心 是在你的身体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文字的话 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怀这个字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文字 会发现它和武术是一样的 有向上的劲 有向下的劲 有向前的劲 向前的劲 向上的劲 那武术的文字也是 在同样一个笔划中 有向下的 有向上的 有向下的 有向上的 对不对 有向上的 有向下的 所以整体它呈现出一种很膨胀的感觉 如果我们所有的字都是向下 或者都是向上 那都不好看 老庞老师啊 庞宏国老师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什么叫真正的捧劲 它就像葡萄一样 上面有个线牵着 底下有下坠的 中间又互相膨胀着 互相充斥着 当然这只是上下左右 前后它也是膨胀的 所以从孙祝堂前辈这一个动作 我们能看出来 它的上下有劲 有向上的 有向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节课 专门主要是讲的上下 所以不对的东西是什么 不对的就像一个烂白菜一样啊 当然大家看这幅图片 是个菜叶 菜叶 它还是新鲜的菜叶 卷曲着 有向上有向下的 当它成为一团烂白菜之后 它就是完全的懈怠了 所以很多人我们现在练拳 就是像烂白菜一样 没有里面膨胀的这种感觉 也没有像中国文字这样 阴阳搭配的感觉 所以你从这个视频中悟到了什么 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平常以为对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练习了